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王卫 家乡是浙江永康 今年39岁 我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传统的电动工具的研发与制造 那一年我们家装修房子 我的邻居都给我打电话 你们家怎么这么吵了 所以我当时也跑过去 我就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原来是一台传统的空压机 它非常吵 它又很重 那我突然就有个灵感 我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无刷电机的应用都没有突破 是否在空压机上面有没有可能去突破呢 我们第一代空压机 让用户去用的 他们觉得这个空压机确实很轻便 可以同时满足两把钉枪 就两个功能同时的使用 油漆师傅呢 也提出来他们非常感兴趣 也去测试了 满足不了油漆工的需求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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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他们所提出的意见 我们开始了第二代的开放 反正除了工作 他就回家睡个觉 接到孩子的时间也很少 因为他回来的时候 小孩已经睡着了 然后他出去的时候 小孩子可能有时候还没醒 我们尝试的把气缸增大 它圆了两个钢呢 把它在同一款机上面 增加到四个钢 从而满足四五个木工同时使用 还有是可以满足喷漆的 第二代的无刷空压机 当时在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 连续喷漆使用半个小时呢 会出现电机过热保护 外面有非常多的声音 告诉艾琳 这个无刷空压机 别人都没有 是吧 你怎么就去做这个 我这么不服输 那我觉得我就要不服输到底 最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个人的房产卖掉 他已经知道这个时间 他会想 为什么我们老是搬来搬去啊 妈妈 今年住在这里 明年又住在别的地方 他说我们哪里住我们家 我说给爸爸一点时间 爸爸肯定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家 很温柔的家 他们知道了 在一个非常偶狼的一个机会 我看到空调的窒息风冷却系统 那我们把从我们的电机上打扣 进行风流 进行智障吸风 从我们的电机的温身 从100度我们就进行保护 100度 就降到了80度了 我们再去测试 他就可以实现24小时运行的 他说认为在这 你既能做得小 别解 又能做得静音 第三个呢 你又能够做得 就是说电机不容易坏 而且可以实现 省电40%以上的一种节能 不光是满足这个目光的客户 而且可以满足 像很多这种外墙上面 需要喷一种涂料 有些叫真实漆 有些叫硅爪泥 那些呢 我们的气氧 都可以实现 我希望我一直努力地做下去 成为我女儿心目中的超级老爸 好发明呢 你就得上发明明 你可以是公司 也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实验室啊 但是你的发明最好是要量产 我们的节目危机太大了 怕你的电话被打包了 没东西卖了就惨了 记住了啊 好发明就得卖 圆胖帮你去卖身 买东西的呢 你就微信搜索 发明明进行购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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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